好 最后一章 孔子讲到这句话 他说如果一个人已经四十岁了 还在招人讨厌 那么他估计这辈子就这样 他这辈子就这样 如果一个人到了四十还在被人讨厌着 那么他估计也没什么前途 因为一个人到了四十岁 还不能够去修身 那后面还有什么用呢 这就跟前面我们讲到的孔子说过的一句话 孔子说厚生可畏 说这个年轻人啊 这厉害 但是 他有一个前提 对吧 他说但是 如果到了四十五十 还没什么出息呢 也没什么可畏 所以孔子讲究人一定要 抓紧时间去学 当然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会讲到这个四十是怎么样 因为孔子在论语当中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四十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数 在孔子自己身上来看 四十而不惑 就是四十岁你应该已经想明白很多人生的最主要的问题了 对吧 你这个年纪还想不明白的 可能你也就真想不明白 他就讲四十而见无言 如果一个人到四十岁还被人讨厌 那一定是没想明白很多问题 那么还想不明白了 这辈子就这样了 所以这个孔子也讲到悟性 对不对 也很重要 好 这是我们的第十七篇 十七篇二十六章全部读完了 感谢观看